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继续在瑞士的拍摄 设置组搭乘火车来到了瑞士中部城市刘森 刘森是瑞士的历史文化名城 首都波尔尼感受自然生活 这个全景在1983年是被列入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422集花园古城正在播出 离开柳森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驱车来到瑞士联邦政府所在地博尔尼 博尔尼位于瑞士西北部高原的中央山地 城市中散发着古典气息的建筑错落丰富 砖石铺成的街道干净整洁 绿树与草地覆盖着大小山岗 花园点缀在城市的角落 再加上宜人的气候 让初到这里的人很容易被田径的生活气息所感染 我们与向导杨斌一起来到城市东面山上的玫瑰公园 当地人喜欢在这里俯瞰博尔尼老城 感觉太美了 没错 站在我们这个玫瑰园的小山坡上呢 你可以看到整个博尔尼老城的全景 这只是老城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全景呢在1983年是被列入了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这个老城呢是始建于1191年 当初呢由加林跟公爵打电 他会练了围到了一头熊 所以公爵非常的高兴 于是呢就在这个小山坡上建了这样的一座城 所以整个城市的名字呢也是来源于熊 叫博尔尼其实就是熊的意思 所以大家也称博尔尼为熊城 博尔尼的建城市已有800多年 15世纪初这座城市曾遭受一场大火 几乎所有建筑都被烧毁 在附建的过程中 人们统一规划了大部分房屋的规模与建筑风格 同时也保留下一些独具特色的地标建筑 老城坐落在阿勒河的湾曲处 河水三面环绕 阿勒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 雪山融水从冰方下一路奔流 穿过山间谷地与大小湖泊 最终汇入莱茵河 水流中年清澈见底 人们在大河的怀抱中享受自然生活 经过800多年的岁月沉淀 这里的居民已经将自己的生活 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那现在整个博尔尼的规模有多大呢 博尔尼现在市区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3 14万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在瑞士来讲已经是相当大的城市了 而且它集中了非常多的政府机构 因为它是瑞士联邦的首都 所以很多的大公司 大机构 包括各个国家的使领馆都在这边 它也有非常强大的展会的这样的一个中心 当然它首先它是瑞士的政治中心 博尔尼城市规模并不大 在瑞士的城市中仅排名第四位 相较于其他几座大城市 博尔尼的工商业企业数量比较少 目前包括中国且在内的外资企业 多数都把在瑞士的总部设立在苏黎市等其他瑞士的城市 作为瑞士联邦政府所在地 博尔尼主要承担着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作用 因此这座城市也被称为联邦城 那当初为什么选择博尔尼为整个瑞士的首都呢 这个就说来话长 其实瑞士这个国家原来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1848年以后是各方做出了一个妥协的情况下 在三个城市中最终选择了把博尔尼作为这个首都 当初那个三个城市是苏黎市 那是大大有名 瑞士最大的集中心最大的城市 第二个是刘森 它的位置也是处在瑞士的正中心 刘森是当初共和国时期的首都 那么博尔尼其实是瑞士所有的州中最强大的一个州 那么当初的三个选项是这三个城市 最后各方妥协了 最后定在把博尔尼固定为瑞士的首都 作为瑞士政治文化中心的博尔尼 与苏黎市 巴塞尔 刘森等几座工商业城市 都位于瑞士北部的高原地区 在瑞士几乎所有城市之间都有高速公路或铁路相连 临近城市一般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 城市间联系紧密 这一遍与城市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 从而形成了制造业 金融业 旅游业等不同的城市功能 离开玫瑰公园 我们来到城市中心的联邦广场 广场规模不大 南面的联邦大厦就是这里最大的建筑 其实走在这里我没有想到整个瑞士联邦最中心的地方 比我想象中要普通很多 这个已经是瑞士最大的政府机构了 我们看到的会后的这个联邦大厦是在1902年以后简称的 原来它其实要比这个更小 很难想象这个建筑内部在2000年以前连空调都是没有的 在2000年以后才做过一次翻新 然后就加装了空调电梯等这样一些现代化的设施 联邦大厦也称联邦宫 它建在40米高的阿勒河河岸上 大厦绿色的园顶在周围红瓦屋顶的建筑群中十分羡慕 这里交通方便 很多条公交线路就从大厦门口经过 而且联邦大厦还免费对游客开放 广场是游客聚集的地方 其中也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的面孔 向导杨宾在瑞士生活已有十多年 他发现这些年来瑞士的中国游客 已不仅限于游览景点 他们更希望了解瑞士是怎样发展成 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凭借多年来对瑞士社会的了解 杨宾开始向客户更多讲解瑞士的历史 帮助游客们更深入了解这个国家 那在这里是处理整个瑞士联邦 所有的这样事务的吗 对 大部分的联邦机构总部 除了法院以外 就是最高法院是在其他地方 但是政府机构统统都是在这里 那么我们背后这种建筑主要的用处 就是瑞士的上院 瑞士的下院 是开会的地方 那最一开始瑞士联邦是怎样形成的呢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这上面有两个日期 在瑞士联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我们左边的1291年 大家可以看这个标项的头上 那个年份就是瑞士联邦成立的一个日期 当然现在只是一个纪念日了 那么那次是由最先的瑞士的三个老三州 其中包括瑞士州 包括乌里州和夏瓦尔登州 这三个州联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军事的同盟 那么现在就被认为 那一次的签署的同盟协议 就变成了瑞士联邦的一个奠定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协议 在与1291对称的位置上 还有另一个数字是1848 1848年 瑞士制定宪法 设立联邦委员会 成为统一的联邦制国家 基本构成了现有政体 除此之外 作为国家原则的永久中立政策 也是瑞士在国际社会中独居一格 那我们也都知道瑞士是一个永久中立国 所以开始什么时候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其实在这个瑞士联邦诞生的第一天 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几个小的部落吧 算是联合在一起来抵抗大的哈佛斯王朝的这样的一个统治权 然后他们获得了胜利 从里边独立出来 但是他们也保证我们不去参与其他帮派的斗争 我们不靠着哪一个强大的势力 那么当初是有这样的一个中立的 这样一个初步的原则的 在1815年和会以后呢 他就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永久中立国的这个状态 但是并不代表瑞士人很软弱 因为瑞士人当时依据他的地形 因为瑞士地形非常复杂 依靠着很多的大山 占据有力的地势 依靠这些条件 瑞士才得以保持一个长期的和平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奉行了永久中立政策 瑞士不再与别国结盟 不卷入任何性质的战争 不参加任何集体安全体系 也守中立 然而瑞士的中立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安全保障 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瑞士提出了独特的武装中立方式 即全民兵役制度 这就有了中立国全民皆兵的说法 所有瑞士国籍的公民 男性公民 你只要超过18岁以后 你都要去瑞士的兵营站去登记报到 然后你一生中都要至少参军两年的时间 那个是由国家支付你的工资 然后是你必须要尽的一个义务 只要谁不进到瑞士 他们都可以非常顽强的会计 他们还是一个上路的名声 作为瑞士的文化中心 在波尔尼随处可见 展现尚武精神的雕塑 他们大部分建于16世纪 分布在城市各处 这些雕塑还坚固实用 很多都以街心喷泉的形式建立 既用于城市装饰 也可以作为饮用水源 喷泉立住的顶端站立着武士 火枪手 骑手 雄师 就连城市的标志黑熊都背着火枪 这些勇猛与力量的象征 展现着瑞士人的尚武精神 我们也了解到瑞士的雇佣兵非常出名 那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那是因为其实瑞士这个民族 大部分的国土都在山里 所以很多的山民 很多的都是以猎人为他的职业的 雇佣兵出名的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 发生过一场战斗 那么是由于查理曼大帝带着大军 攻打教皇国的那次战斗 但是经过内方战斗以后呢 由于很多国家的士兵 听说查理曼大帝带着军队来攻的话 就下坡了党 他们就死产而逃了 并没有打仗 就逃掉了 那么只有瑞士的军队 仍然坚持保卫着教皇 那么从内战以后呢 瑞士的顾瑜军就名声打造 在古代的欧洲 勇敢善战 严守纪律的古佣兵们 在他们效力的君主国中备受称赞 也让瑞士开始受到欧洲各国的瞩目 虽然这些都是用生命换回的 但是不可否认 在当时资源匮乏的瑞士 这种谋胜的手段 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日渐增强的实力 为瑞士带来和平发展的环境 人们开始将奋斗的方向 从谋生转为创新发展 中国与瑞士确立的创新战略伙伴关系 就是把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与瑞士的创新优势相结合 共同支持两国企业高校 和科研机构开展创新合作 博尔尼老城中 体验瑞士人的自然生活 港城区这样的通往我们有三个 这个是最古老的一项 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馆 听大使谈谈他的瑞士见闻 瑞士这个国家 应该说是个小而精的国家 总体瑞士人民很富有 当然是非常勤奋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22集 花园古城 正在播出 继续在博尔尼老城的拍摄 我们所在的市长街和邻近的杂货街 都是博尔尼老城的主要街道 街道两旁都是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建筑 上层用于居住和办公 下层临街的都是店面 一直以来 这里都是这所城市的中心商业区 熙熙攘攘的竹干道旁边 有一个集市 里面出手新鲜的花果瓜彩 时间已是上午 阳光照在色彩鲜艳的街边小摊上 为古老深沉的城市 增添了一份鲜活与明快 从联邦工厂出来 就能看到这样一条小街 里面卖一些花 卖一些食物 这是属于本地人 经常在这边赶那个早市吗 对 这个集市是一直有 长期固定在这边的 这个集市也是连接联邦广场和 博尔尼商业街 库行街的一个主要的一条通道 跨过这个集市以后 我们就会来到博尔尼的老城区 也是被内陆世界遗产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 那像这边 人们主要早会来这边买点什么 都是一些当地的食材 比如像当地人喜欢吃的橄榄 比如说我们看到鲜花水果 这些新鲜的食材 这边就有蛮靠好的例子 就像当街的小吃一样 看一下 博尔尼年平均启温约为八摄氏度 气候可以用温和湿润 冬暖夏凉来形容 当地人喜欢本地产的应急食物 每年入秋以后 也是板栗上市的时节 见到市制组拍摄 热情的摊主拿出刚刚烤好的板栗 给记者品尝 谢谢 哇 这么大的一个栗子 而且看后面都已经烤得焦黄了 对 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有一点非常的香 然后有点脆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来尝一下 好吃吗 我们平时那个炒的例子 还是有点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对 这个相对来说会脆一点 那个会糯糯的 对 这个怎么卖呀 这边有那个加木表 哦 对 100克卖3块8瑞了 对 摊主为不同重量都仔细标注了详细的价目 我们可以从价目表上看到 每500克烤板栗 收价18月是法郎 按照现在的汇率 瑞士法郎兑换人民币大约为1比7 仪式金版力的售价 相当于120多元人民币 如此算来 这样的物价水平确实很高 高收入水平对应了高物价 按照人群收入排名 瑞士排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 所以在这边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摘栗子吗 还是一定会来接着买栗子 对 其实山上有很多很多的栗子树 但是一般老百姓不会自己去摘 交通十分便利 生活设施也很完善 很多人都因此选择住在郊外 这样可以更加亲近自然 瑞士没有发展重工业 而是选择发展一些高精尖 高富加值的行业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处于保护自然环境的目的 离开几时 我们继续漫步伯尔尼老城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 伯尔尼最古老的一条老街上了 从这边开始呢 它也都一直在有800年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背后的这个钟楼 就是伯尔尼的标记性的一个建筑 它是伯尔尼的天文钟 建造的到现在13世纪建筑 它现在已经有800年的历史 那么钟的上面显示的非常多的内容 有时间 有月份 有日期 还有星座 那像这样的钟在伯尔尼有多少个 老族居这样的钟楼有三个 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 那随着城市的发展 它逐渐逐渐把城市的边界往前推 因为其实这个钟楼在最开始的时候 是城墙的一个 还是整个城房的一部分 是一个亮望塔 钟楼上大钟的钟面设计相当精致 上方的大钟可以报时 下方的钟面上还可以看出 季节 星座 日期 星期 以及月亮的圆缺 在13世纪时 钟楼还是伯尔尼的城门 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 杨毕说 这样精致的钟楼 也是瑞士高水平钟表制造业的代表 其实原来并不是只有瑞士能做钟楼 比如说巴黎 英国 德国 包括瑞士 它都是能够生产非常好的钟楼 但是由于战争的原因 因为钟楼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贵的 它用到很多贵金属 钻石 这些东西都比较昂贵 所以在战争的年代 做这个产业 它需要一个非常安定 比较和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不能今天你打过来 我明天东西被抢了等等的这样的事情 所以由于战争的原因 很多品牌就是因为这个月盈 最后定居到了瑞士 现在大部分世界知名的瑞士钟标企业 都集中在波尔尼到日内瓦之间的区域 从钟标设计 零件的制作到品牌营销 瑞士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钟标制造销售产业链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波尔尼老街完整保持着15世纪的建筑风貌 商店 餐馆就开在老房子里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色彩明艳的流线型电车 就这样在数百年历史的砖石路 与高楼间往来穿梭 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并行不悲 那这个老街全程有多长 如果你从桥那边一直算到最远的地方 大概有三公里走 所以都是从15世纪至今 一直完整地保存到现在 我们现在也就是走在曾经 很多像马车 行人他们曾经走过的这样一样 对 没错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名人 就是像您背后的 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爱因斯坦的古剧 这边写着 对 它上面写着爱因斯坦 House 就是在这边 爱因斯坦最著名的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论 就是在博尔尼专利局任职的时候发表的 所以这里和爱因斯坦还是非常有约缘 1900年 21岁的爱因斯坦 从瑞士苏利市联邦工业大学毕业 并于第二年去的瑞士国籍 1905年 作为博尔尼专利局的雇员 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量子论 提出光量子假说 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 之后完成论文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独立而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论 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 被科学界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的这些大事件 就发生在博尔尼 瑞士发达的教育系统和良好的学术传统 也促成了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的成就 瑞士的教育系统也是非常棒的 它的质量相当的好 首先我觉得得益于它的国家的融合 文化的融合相当好 因为在瑞士受教育的小朋友 从小学初中以后 它基本上就可以能够掌握瑞士的三种观光语 所以它出来以后的竞争能力 国际化的能力相当的强 这是一 第二呢 瑞士非常注重专业的传承 因为它不像我们中国或者是亚洲 大家都必须要去读大学 它不是这样 很多人只读到初中以后 就会进入一个技巧 一个专业的技巧 但是它这个专门行业的 专门的培训的能力质量相当的高 比如说它有专门去 非常出名的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 它是专业培养这样专项的人才 这些人他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酒店行业 或者餐饮行业做工 但是他的服务的质量 会保持一个相当高的状态 一上午的时间 我们与杨斌一同满步了波尔尼老城 在他的讲述中 我们对瑞士经济和文化发展历史 有了一些了解 离开老街 我们来到位于波尔尼城市东南部 使馆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瑞士联邦大使馆 中国驻瑞士大使耿文兵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在开始正式采访前 耿大使先带我们参观使馆的庭院 就觉得这个大使馆特别的漂亮 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还是什么进行规划 上个世纪五三年 连带末 这个是瑞士联邦政府 给我们提供的 像这样整个院子都是非常大的草坪 有很多的树 这是他们当地一种比较特殊的风格吗 瑞士对环保要求特别严格 在瑞士你是不能砍树的 你砍一个树都必须要得到市政的批准 上个时期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也是污染严重的 后来开始注重生态建设 把一些工厂企业 外迁 逐步地恢复了清长泥水 在瑞士所有的河流 湖泊都是清澈见地的 就您个人的感受而言 您觉得瑞士这个国家 以及这边的人民 有一个这样的评价 瑞士这个国家 应该说是个小而精的国家 不论从面积人口 在世界上都不能算大 但是在世界上很有名 应该说总体瑞士人民很富有 当然是非常勤奔 生活非常低调 比如说瑞士人 这个开的小汽车 都是比较豪华的 但后面都不贴上 这个型号也比较低调 瑞士人吃苦来劳 每天工作是超过八个小时的 耿文斌从2016年开始 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 在瑞士工作的这几年 他走访了瑞士大部分州 与瑞士各界的很多人士 都成为了朋友 瑞士人应该说是 对中国充满着兴趣 希望到中国去 能够了解中国 这年年付中国旅游的 法文的人数 也在中年增加 瑞士人认为中国人是朋友 我在瑞士工作 我感觉和瑞士人交朋友比较容易 很容易相互真诚地交谈一些问题 自从中国与瑞士在2016年 确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的友好关系追溯发展 瑞士是最早承认 并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 从1950年至今 68年来 中日两国秉承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互利共赢的精神 不断深化在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科技 等领域的合作 在使馆的会议室 耿文兵大使向我们介绍了 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日两国关系的新发展 那我们也了解到瑞士是 最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西方国家之一 那原因是什么 瑞士确实是 非常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 也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 希望国家 第一个参加了亚特汉 成为亚特汉的创始国之一 大家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小的国家 经济高度的外向 坚定的呼吁和支持 自由贸易和前进化 一带一路倡议 致力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以瑞士秉承的发展理念 应该高度契合 耿大使在与中瑞企业 经济界人士的交流中发现 双方都希望能够在 一带一路框架内 寻找更多合作机会 现在中国和瑞士的经贸合作 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 金融和旅游等方面 中瑞贸易始终保持 一个增长的态势 是我们认证企业 在邦尼海关业务时 可直接享受 对方提供的通道便利 这为一带一路贸易参通 特别是中瑞合作 又踏盖了一条绿色通道 2017年 中瑞旅游年 比2017的效果还要好 我们来瑞士 旅游的人数增加 购买力增加 瑞士的媒体 公开发表文章 说中国的游客每天 每个游客每天 比西方游客 在瑞士都消费 其实瑞来 教育文化 这些领域的活动 也是进行的 比较顺利 耿大师说 他发现很多瑞士人 都对中国传统文化 抱有很大兴趣 像京菊 武术 太极 中医等 在瑞士都很受欢迎 瑞士目前是在欧洲国家中 较少允许中医开诊所 行医的国家 中医现已纳入 瑞士二级医疗保险 我们设置组采访了当天 正赶上 十关举办国庆招待会 部分瑞士政府官员 和中资企业的代表 受邀出席 在招待会的间隙 瑞士联邦贸易协定委员会代表 利威·亚列伊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表示 一带一路将给中日两国 带来更多合作 中医卢市政府官员 所以,西亚和中国 有很好的练习 很重要的 新传地 很重要的 例えば,我们いる一样 的职业 有一路了 中国的一路 推出的美业 我们近ên这些 看着 希望登上 还有 的 一带一路将给中瑞经济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将带动贸易和投资大幅增长 促进更多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瑞士之行 我们穿行在这座阿尔卑斯山下的花园国度 聆听瑞士这个高山之国创新发展的故事 走访每座城市 碧波荡漾的湖水 包容开放的氛围 朋友们的热情都让我们难忘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与瑞士结成了创新战略伙伴 两国在贸易金融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的合作 将相隔万里的两国紧密相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G revel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磚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AT AS M 柱 Feng 毕业 memori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